我们一起怀着沉重的心情 来复盘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吧 要硬让我说 第一把输在哪 我只能说英雄不好 这个版本我也很厉害 我只能说英雄不好 打的你说第一把打的问题大吗 我们凭良心讲啊 我们所有观众第一把凭良心讲 中国队 打的问题差吗 不差 都是在常规运营 都是在常规运营的情况下 第一把我感觉就是大家拼次 拼那个基本功 拼基本功 咱们输掉第一局 英雄肯定有差距的 打起团来肯定有差距啊 我就说实话 左边相当于两个后排 一直一直打伤害 魏稳定控制 奥恩稳定控制 流头稳定控制 然后三叉几 还肉的很肉 反观咱们的英雄 虽然差不多吧 也是三个肉 但是能力肯定没左边 英雄厉害的 我感觉英雄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问题还是有的 英雄 一要我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第一波压力太大了 就硬让我说 沟通可能不太好 我觉得就就这一波啊 就这一波什么情况啊 就是韩国队已经名牌告诉你了 我打也在这的呀 这还这还上去打别人 就这一波啊 我觉得就下路烈士 下路崩掉了就 你看这里 孟凯 你是韩国队 你这个时候会说什么 孟凯 去上了 孟凯去上来 我们下路给他压力 对吧 正常的 我们不让他下路推荐 这不现卡在这 给他们下路压力 过来把事业做了 给他们压力 这韩国队肯定会说这句话的 就给他们下路压力啊 他们打也在上 已经名牌去上了 赵理杰是当着兵线走到上路去的 好 那下路没办法了 叫这波兵线被卡到这 这波兵线被卡到这 正常 所有人 就是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 都会来处理这波兵线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等赵理杰过来 帮他们处理这波兵线 因为这波兵线被卡到这了 哪怕 哪怕说打野 位不在下路 流头都可以上去给压力了 因为你的打野不在啊 你又不知道我打野在了 我打野没漏过的 对吧 韩国队他们他们的视角 他们是知道自己打野没漏过 没漏过的 所以他们可以给你心理压力 我就装我 我打野哪怕不在 我装我打野在 你压力也很大的 所以就这波崩了呀 这波下路 爆炸了 把这三个兵线线纹纹了 啥事没有 那上来一个我就崩了呀 这就直接崩掉了呀 这打野 还十万八千米了 就算你这个时候打起来 打野 你们打包打到底 赵李杰也来不了啊 哪怕魏不在这里 你们两个人把所有技能打干 打完 赵李杰也帮不上忙啊 打完人家左边走了 你也走了 就赵李杰白来了 就这波下路直接崩了 玩不了了 这个 就这波直接炸了 爆炸了 卡扎拉个人头500多块钱 卡扎拉了第一滴滴滴滴滴滴 那你说 对吧 我说实话 我作为 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啊 我觉得这波下路直接崩盘了呀 爆炸了 就中国队的下路肯定爆炸了 对不了线了 这波打完任何一个 我觉得对这个游戏 比较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 这波打完下路已经爆炸了 就是已经打不回来了 只要韩国队不犯那种特别离谱的失误 不可能打得回来了 就这波啊 打完就爆炸了